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鸽子 这里是迷你世界单人生存 今天呢继续来玩我的单人生存啊 今天我的计划呢是打算开始下矿了 因为这个房子呢已经搭建下来了 现在我就打算去矿井里面 看能不能挖出一些好玩的东西 今天准备下矿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 我经常会从粉丝列表 私信区和评论区 冲我们的小伙伴送来研究皮肤的 记得点个关注不迷路 皮肤送到女仓库哦 我现在呢是把这个 我家附近的所有的火把 都给它收集了一下 因为这个下矿呢 对于这个我如果看不清路的话 这个火把还是能够指引我 明亮的道路 好就这个地方了 随便选一处 我们直接就向下开采 向下疯狂的挖呀 我发现这个白天呢还是挺不错的 可以把这个矿洞给它照得明明亮亮的 我现在先不使用火把 来继续向下挖 诶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没有见过诶 第一次见 碎石 这个碎石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吧 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觉得它 哦原来是用铲子挖的 我就说嘛 我用石膏挖怎么这么慢 好呢就不管它了 它应该不是一个稀有的这种矿物 我们现在继续向下挖 看能不能挖出传说中的钻石啊 现在呢这是土块 土块就要用鲜板把它薄开 现在继续向下走 哇哦这个是煤炭 我最喜欢煤炭了 这个煤炭呢可以做小火堆 也可以做火把 后期呢我需要经常的下矿 所以说呢收集煤炭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小煤块 收集起来 这个小煤块呢不错 这次下矿呢率先是收集了一堆小煤块 现在继续顺着这个光线 我们继续向下挖 我好期待啊下方到底有什么呀 会不会出来一个意外惊喜啊 我看网上说开启第三视角的话 可以看到周围是不是有其他的矿 我发现怎么没有用啊 我看到我周围什么都看不到 除了的话看到了蓝天百云一晚 算了继续向下吧 用我们的劳动力来挖一下 实践出针枝啊 我看能挖到什么 我真的好期待 越来越期待 下个我的天 这什么 这是岩浆啊 我的天哪 我赶紧复活一下 我好不容易下S矿 居然遇到岩浆了 这个看来必须复活 要不然的话 我就功亏一篑了 用这个岩石块 赶紧把这个洞堵住 太可怕了 这个不容易下秒 不愿意了 我 activist 我很多 岩石上目的 感谢观看